领队想赚外快 首例完整熊皮闯海关 瞧瞧这锐利的熊爪 看看这不寒而栗的眼睛 记者身高173 这熊还比他高呢 只是现在却成了一张皮 桃园机场前天首度插获棕熊皮 还一次四张 这个是7月9号 从一个从北海道回来的旅客 图文行里头插获到的 从事领队32岁的许姓男子 从日本北海道 带了四个纸箱包装的行李回台湾 海关察觉行李乖乖的 赶紧拦下来 不让行李闯关通过 放到X光机一照 外乖每个纸箱里 竟然都装有一张熊皮 他向海关说 他是受台北一家公司委托 一闯比4万日币酬劳 帮忙从日本带回台湾 企图闯关被海关抓包 被韩送法办 这一下可好 钱没赚到要持官司 那东勇呢是 华盛顿公约保护的武从 后来也会批判 毛鱼的难关法令 遭受到 因为这个很爱此呼吁 观众朋友 不要随钱的意思 董新闻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报道